在我另一條影片提過,會向大家介紹南澳這條相對冷門的 road trip 路線 今天我們就出發伊迪斯堡 相信大家多少都會聽說南澳是一個綠色能源大傘 那到底綠色在哪裡呢? 其實跟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有關 伊迪斯堡距離亞德雷德231公里 全城時速100-101,單程都要大約3個小時 澳洲地大人稀,開長途一般都沒得選擇 只可以在加油站吃高熱量的食物 比起Subway,我個人就更喜歡Opporto 他們的蒜蓉漿相當濃郁,辣椒還是墨西哥級別 中途路過一片一望無際的地皮,標價21萬澳市出售 不知道有沒有有錢人收購這裡建一個主題樂園呢? 下了高速,我們還要在沙石路上開大半個小時 先可以抵達我們第一站Wattel Pond風力發電區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南澳的電費不單是澳洲最貴 還會是世界最貴 那到底環保重要還是經濟效益重要呢? 幾十年來一直都是一個很爭議的話題 不要看這些風車都沒在動 其實實際上,這裡的風非常強勁 如果整個風力區所有的風車都在轉呢? 估計人都飛得起來了 下午,我們終於抵達伊迪斯堡了 這個沿海小鎮,常住人口只有520人 估計同一間學校的人數差不多 根據網上的資料,伊迪斯堡在1973年主要將鹽、石灰和石膏運往亞德雷德 1891年到1900年期間,平均每年有4萬噸的鹽從伊迪斯堡運出 直到1950年為止 現今的伊迪斯堡已經成為南澳著名的游泳和潛水勝地 而遺留下來的鹽湖就成為南澳另一處粉紅湖打卡勝地 回程路上還會經過一個採礦場 這裡的視野非常開闊,可以看到整個半島的景色 這條片就介紹到這裡,希望你們喜歡這條路線 之後還有更多南澳的內容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